近日记者从祥云镇政府了解到 福亭村文体活动中心已开工建设 计划于12月底办公 届时将为村里老人新增一个文化娱乐的好去处 7月初记者来到祥云镇福亭村党群服务中心 在不远处的空地上 水泥浇筑的地基纵横交错 顶着炎炎烈日 几名工人带着斗笠 有的在搅拌水泥 有的在运输交注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这个祥云镇福亭村文体活动中心 这个占地面积 就是那个建筑面积是1000平方 1000平方左右 然后那个6月开始开工 然后到12月份差不多可以完工 现在进行的是在那个地基 现在是在那个倒地基 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地基打完 嗯 地基打完 现在基本上 基本上差不多了 据介绍早在2012年 村里就提出要建立文体活动中心 但由于村里道路狭窄又凹凸不平 村民建议先翻修道路 现在路修好了 文体活动中心的建设就提上一程了 里面就是有一些健身器材啊 配马球粥啊 让那些老人老有所乐 卓贵元告诉记者 文体活动中心建成后 除了配套健身设备 棋牌等设施 还会搭建一个舞台 供村里开展文艺演出活动使用 同时 文体活动中心旁边 还将建立新的党群服务中心 更好的为村民提供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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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